我第一次出现名额 我们接下来这场比赛呢 是两个人在上一轮的比赛中间都输掉了 那么在这一轮呢 谁输可能就是说 谁就被淘汰了 对 红方选手是薛神镇 蓝方选手是来自相当相亡格斗的赵战士 赵战士是这个博士的哥哥 赵博士的哥哥 两个人太像了 真的一点都分不清 对 在上一轮比赛当中 两位选手都输掉了比赛 尤其是我们的种子选手 红方薛神镇 是 上一场比赛也是打了四回合 对 薛神镇大家其实挺熟悉的 对 他和这个赵战士这些资料上显示 其实并没有多大差距 身高有两公分 然后臂展有六公分的差距 对 这个霍之权塞中了 又是一个霍之权塞中了 就是我觉得所有的这个 右式的选手对阵左式的时候 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是 尤其是对对方的这个后织权 确实是很难 是 刚才的两季后织权塞中了 我现在要注意 关键 不要动 闪除 进入外带转带你 来了 说点啊 舒大光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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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说了啊 为你要对大神称呼 在这一轮比赛当中 红方选手薛深圳要全力拼搏了 少了当步了 已经没有退路了 是 第一轮两个人都输掉了 是 哎呀 遗憾高负 然后在这一轮就显得尤为重要 看谁能 获得 这个超级新人王的首场比赛胜利 输掉的也就是很遗憾 可能就要淘汰了 虽然还有第三轮 但是第三轮已经 再拿三分的话 可能就 没什么用 对 先把全力拼 哎呦 这个是 提提扫腿的时候 被对方挡了一下 进行丢了 哎哎哎哎 御立仰 御立仰 是 红方选手震 他就是特别明显的就是这种拼打型 就是拼打型 每一圈每一腿都是 拼尽全力出出的 没有虚化 他知道自己的这种这种风格 对 身高比赛不占优势 我只有在这种拼打中间 才能够有这种取胜的这种 可能和机会 是 漂亮 所以哎呀好的前摆拳 刚才对方打了一个 晃悠了一下 啥啥啥 在上一轮比赛当中 进行到第三回合的时候 其实薛申正的教练 这个何志伟啊 也有跟他讲 变一变 游走一下 但是呢 薛申正没有去执行这个指引 他觉得 我就是拼打型的 那这个擂台上比的就是谁的拳头硬 尤其是自己又身高必展不在压势 对 所以他就 不爱那种游走 游走 对于自己的风格太过自信了 有时候被动的被动的时候 他很难做出改变 是 我们来回到场上 对 再过来 拳过来 阿萱现在稍微有一些被动啊 这个时候 再走走啦 你先坐 打住你啊 哎 能了 三亚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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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三亚大 三亚大 第一回合最后十秒 对 三亚大一出 三亚大一出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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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第一回合结束 很激烈 确实能够感觉到 这个状态要比上一轮要稍微好一些 是 而且这一轮 确实是要把自己东西打出来了 不打再不打得出来的话 可能就会被淘汰了 没有机会了 对 他自己应该也是非常清楚的 准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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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回合的比赛 对 对 就这样的 对 好 上来就开始 身分相度 对 对 对 好 今天就能推 有时间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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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栏方 赵战士也拼得很厉害 对 因为摆在他面前 其实和对方有效 就是输掉这场比赛可能就 对出了这个争夺了 对 下一轮是争夺了 对 对 一烧腿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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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蓝方赵战士 对 基本上还是这个以拳法的对攻为主 对 对 拳法 这个薛森镇 这个薛森镇 他的低操也非常的凶狠 是 拳法也是他的特点之一 黄雅的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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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对 他在向前走 他在向前走 对 对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薛森镇的力量 好的 前百天有命中了 力量上还是有一点凶势的 这个身体的肌肉的维度 要比对方大了这么一圈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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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把对方的腿都踢起来了 对 很重 对 踢了 还是持续给对方压力 把对方推开 这个支撑腿又 去对方支撑腿 在上一组李元坤和赵博士的对抗当中李元坤 也是持续的低法推法 今天学生们面对哥哥赵战士 除了拳法之外也是在加强 其实也可以用这种战术 对 把两个人推杠到一起去了 第二回合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现在是拼毅力的时候 是 因为体能都有所下降 体能应该到了一个极限了 第一 快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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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对方挤到拳脚 最后10秒 还是 停不住了 停不住了 10秒 快走 停不住了 还要连续续走 最后听了铃声 然后补了两腿 这让我对于第三回合 其实更期待 前两回合 两个人其实把这种体能 基本上打光了 是 第三回合 我们看看 怎么去安排战术 就是短暂的局间休息之后 看体能能恢复到多少 对 好 这是一个滑倒了 纵屏丢掉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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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ну肩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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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支撑腿被踢到了 这个时候是不是受伤了呢 两个人你听到这个拳套打到这个 裁判其实这个低骚腿要稍微高一些 对 我们的进击部位 刚才的击击低骚腿 其实他是有一定的威胁的 是 好 表示一下歉意以后 再继续 前百拳又命中了 又提早 又百拳 这个 这个赵博士赵战士 他们两兄弟其实是都是主攻的 20攻击级的这个新人王的这个比赛 是 我倒是觉得两个人如果 对阵到一起的话非常有意思 这个有意思的点是在哪里 我觉得这种兄弟之间的感情和内台之间的这种对手 这种纠拔我觉得就不一样 不一样 如果真能够对到一起的话 其实这个比赛会很有意思 是 其实在这个级别的新人王真的当中 赵博士和赵战士是相对不被看好的 因为他们两个首先在经验上不比其他的那几位运动员 但是通过两人的比赛你会发现 这两个人对于这条金腰带的渴望 我们能够感觉到非常的强烈 对 其实我们是看着这两位选手成长起来的 对 首先给我的感觉就是两个兄弟的毅力非常的棒 是 而且进步也是非常快 对 但前几年我们就看到在全新一代中间 就打得非常不错 现在这个已经进步到这种地步了 非常的不错 是 这个时候体能确实是到了一个极限了现在 看看谁的毅力 就是谁对于这场比赛的胜利 渴望更强烈一些 又是一个 我们听得很清楚 找到了裆部了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扣分 如果这场比赛 薛真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失误 输掉比赛的话 我觉得太可惜了 又出现反击了吗 就是男方选手的教练 这个扔出了白毛巾 因为他的腿的伤 就是在这个薛真正 他反复的这个低小腿的攻击下 可能这个腿确实难以再支撑接下来的比赛 这个时候我们要恭喜薛真正拿下了三分 也让自己可以放松一下了 对 这个上一轮的比赛输掉了 这一轮不能再输了 所以存取三分 下一场更为关键 还要再取得三分 才能够进入到下一轮 是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到第三局 两分四十二秒 蓝方弃拳 比赛结果 红 放射 输货 谢谢薛真正 李宥贝 这么多的 你这么多的 点击 我不是非常快